一个地球 西大洲 五大洋进了200多个国家 数不尽在庆典 地球人 你都见识过了吗 我们客家人生活的空间 分配得非常的清楚 比如说主在听 神在庙 人在屋 处在栏 分得非常的清楚 所以你们是不会把神明或是佛像 供奉在这个主厅堂里面 对 还有下面的翘头共舟 这也是我们客家特有的 我们的翘头共舟下面 还有土地龙神 土地龙神就是土地公的意思 他是负责一家的平安 五谷丰东 六处兴旺 家里平平安安的意思 大院是苗栗客家人的骄傲 而在他们心目中 地位同等重要的 还有那每到春夏交替之际 遍布山头的雪白油铜花 走 让我们继续跟着谢老师 了解更多的客家故事 这个铜花它有分三年铜跟千年铜是吗 它是如何去区分的 这个是三年铜 这是三年铜 三年铜的花瓣 它有写丝状的 红色的写丝状 这个是三年铜 如果千年铜是白色的 白色是这样子吗 对 所以这个是千年铜 对 这个是三年铜 对 不过这个三年铜的果 就像巴勒一样 表皮很光滑 两头是尖的 如果是千年铜的话 它也是椭圆形的 但是它有三个棱角 这个表皮皱皱的 所以因此而得名叫做皱铜 这个叫光铜 那它这两个铜所结出来的果实 它是能够食用的吗 这个有毒 不能够食用 所以各位观众朋友 如果有机会来 不管三年铜也好 或是千年铜也好 它们所结出来的果实 就是不能拿 随意拿出来食用 对不对 一吃可能会有中毒的 这个可能性 了解了 明天有机会 各位观众 你们自己可以来到 这个地方 来的时候要掌握时间 四月中旬 五月初 一定要来 保证能够让你 看到 看到满意为止 满山满谷的游泳花 对 生命力强劲的游泳花 也被用来比喻 勤俭 坚毅的客家民族 每年的花开花落 更是见证了 苗栗客家庄的历史 走访一趟苗栗 相信你会和我一样 被这里的美丽 与文化所感动 无法自拔的 渴望继续探索